今晚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我是为你好才是最大的谎言 作者胡卢森 人是情感动物 但却不是天生就会表达 很多时候我们明明心怀善意 却在不经意间伤害了身边亲近的人 给对方带来了难以平复的伤害 生活中你往往会听到这样的话 我都是为你好 只要你幸福我怎样都可以 你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 对亲近的人语言打击 拒绝沟通 情感威胁 多少以爱之名带来的伤害 甚至真实的武器 像无形的杀手一样伤人至深 爱和被爱是一门需要学习的艺术 不要让你的爱变成刀子 也不要让他人的爱伤害你 前一段时间 家长陪孩子做作业 导致新梗住院的新闻上了热搜 陪孩子做作业 分分钟变身咆哮地 爱之深责之切 恨铁不成钢的家长 往往容易冲口而出 考这么点分还不如去死 你丢不丢人 你不嫌丢人 我还嫌丢人呢 这实际上是父母对子女 情感绑架的一种形式 典型的还比如催婚 有这样一个故事 女生回老家 挽着父亲逛街 路过一个酒店门口的婚礼拱门 穿过后 父亲突然说 咱们再走一次吧 我怕等你结婚 我就走不动了 女生当场内崩 回去后与男友摊牌 没几日 两人决定结婚 一切尘埃落定后 女生得知 骨门一事是家人策划 选招了多名成功逼婚人士 量身定制的亲情杀 父母总认为 此女是自己的寄托 精神的延续 在很多方面 都会用自己的思维 去限制他们 我都是为你好 等你以后 就知道我的苦心 要不是因为你 我早就 类似的话 像枷锁 束缚子女的自由 费洛姆曾这样评价 精神操控的父母 他们戴着 以道德为名的面具 束缚子女 对生活本身的渴望 以爱之名 施行对子女最大的控制 这种爱 正在慢慢着 将孩子变成奴隶 而在这种环境下 长大的孩子 无法反驳 感到压抑和不自由 难以与人建立 真正亲密的关系 不知道想要什么 甚至很难获得幸福 须有其表的爱 往往才是最可怕的 大声说出来 有一期讲的是 我的养生男友 男友一直让女生 吃药善粥 女生已然不知零食滋味 不断地给女生 送蜂蜜水 送保健品 充当爱情信物 聊天三句不离 养生知识 就算说浪漫的情话 也只剩下 不停地叮咛嘱咐 男友对养生的执念 快把女生逼疯了 女生希望 男友不要老管着自己 而男友 则振振有词 我是为你好 养生有什么错 为你好 一段感情中 很多强迫行为 都可以用这一句话来表述 因此 穿什么衣服 跟谁聊天 事无巨细 都要过问 甚至干涉对方的社交 把对方设定在自己 能够掌控的范围内 贝伦沃尔夫 在《如何才能幸福》中写道 我是爱你的 所以请你按照 我喜欢的方式做事 这种行为 披着爱的堂一 潜在的含义 是你必须接受我的操控 按照我的意愿做事 爱变成了施虐者的伪装 成为了支配对方 而找的借口 即便本人非有意而为 这实际上 也是一种情感暴力 会让人 慢慢失去自己的感受 变得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无所谓 日本作家家藤第三 在《情感暴力》一书中指出 没有爱的能力 会导致无视对方的人格 无视对方的界限 无视对方的需求 无视对方的想法 无视对方的发展等问题 不成熟的 幼稚的爱是 我爱你 因为我需要你 而成熟的爱是 我需要你 因为我爱你 不应需要对方的爱 与依赖或满足自我的欲求 才去爱 这才是爱 这才是爱情 可贵之处 朋友小美最近心情有点郁闷 周末跟同事去逛街 小美试用一款粉底液 询问同事效果如何 同事咋呼 你毛孔比较大 皮肤比较黑 这个是给底子好的姑娘用的 小美咬牙 好 那就不看粉底了 看衣服去 小美又试穿了一条裙子 同事直摇头 不行不行 你腰上肉比较多 就不适合穿高腰的 最后同事还来一句 你别玻璃心啊 我说话直都是为你好 很多朋友之间存在打压的风尚 认为跟你熟才给你泼冷水 为你好才说实话 我打击你是为了让你更坚强 我说话直接是因为不跟你见外 我劝你跟他分手 是怕你受伤害 这种行为不断地侵犯你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 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如此脆弱 真的很差劲 真的很没用 朋友本应当以诚相待 共同进步 但如果没有以正确的形式表达 不仅很难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好意 而且很容易伤得更深 以朋友的名义绑架别人的自由 都是虚伪的 那些只会不痛不痒的 说你不行的朋友 离得越远越好 加藤第三指出 所谓情感暴力 是指用爱的语言去束缚 虐待 折磨对方 包括善意的操控 情感威胁 虐爱 神经性的爱情渴望等 这种难以察觉的情感暴力 让很多人无法拒绝 因此受到了影响 无论怎样努力 都很难快乐 那么如何缓解这种绝望呢 如何从情感暴力怪圈中走出来呢 一 找到真正的自己 美国心理学家 大卫西伯利指出 治疗的第一步 就是意识到 自己给自身设定的否定性暗示 试着以第三者的身份 客观冷静地 分析自己遇到的问题 回顾自己 从小到大的成长历程 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 而不是任由责任 归结到自己身上 二 与施暴者保持界限 这种界限指的是空间距离 和心理界限 事实上 无论关系如何亲密 人与人之间 都应该保持一定的界限 没有把握好界限问题 往往是导致问题的第一步 每个人都有独立人格和思想 能自己做出判断 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做你想做的 这才是生活应该有的样子 三 让内心变得强大 心理学家卡伦霍尼说过 只要内心变得强大 就不会总觉得受到他人的威胁了 比如 以前总是将注意力 集中到别人身上 而现在学着将他还给自己 这世上能给你真正温暖的人并不多 学会珍惜身边人 千万不要让爱变成伤害自己和他人的武器 爱是一生的修炼 愿你修成正果 愿每个人都能被生活温柔以待 每一份爱都能有温柔的归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